我是莉莉,今天是2021年的4月4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美元在数字货币中共夹击 以及它自身大量印钞持续贬值下 最终一定会走向消亡 在美国时间的4月3号 郭先生做了个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 在直播当中,郭先生主要讲了 一,美国是对加密货币 也是数字货币打击最严的 加密货币,数字货币 绝对是美元最大的挑战 最终一定是加密货币,干掉美元 这是毋庸置疑的 只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而已 二,金融界最大的三件事 比特币涨超过了4万多,甚至5万多 这件事对全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超过上万亿美元的市值 比特币只有2000多万个 比特币没有任何支付 也就是说,比特币没有任何内含价值 黄金也没有任何内含价值 没有交易功能 就是只有稀缺属性 比特币作为加密的 去中心化的 没有内在价值的货币 它向传统货币开了第一枪 第一个挑战就是美国 美国拥有全世界的铸币权 美国没有了铸币权 美国就歇菜了 航空母舰也没用了 然后Facebook搞了个虚拟货币 Facebook有20亿用户 Facebook排在世界第五大国家权利 如果Facebook再有了自己的虚拟货币 它的权利一定排在世界前三名 就是美中和Facebook 那Facebook的权利就太大了 三全世界加密货币的交易市场 在美国第一大是Coinbase 它是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2012年开始搞几个人在家里搞的 口号其中就有干掉美元 重建世界金融系统 整个华尔街 整个美国的金融系统 全部封杀它 一度他们个人以及家人的信用卡 都被封掉 寸步难行 但是后来它竟然越做越大 不用华尔街投行 自己直接挂牌上市了 现在市值已达1000亿美元估值 最早的机构和个人的投资 在Coinbase里赚了大钱 将来Coinbase将达到万亿规模 将来它一定会超过特斯拉的马斯克 甚至会超过苹果 四 所有人最恨的是华尔街 但所有人都必须被华尔街强奸 让华尔街从中赚钱抽成 但Coinbase打破了这一个 国内的战友说 吴征用杨兰和当官的拉关系 到处找钥匙 一点都不觉得害羞 六 马化腾将来是死不了 活不了的结局 中共不一定弄死他 但可能弄死马云 七 现在左媒比右派保守派媒体 揭露病毒真相还积极 向CNN CBS60分钟 大量做节目揭露CCP病毒真相 WHO和谭德赛完蛋了 因为美国左派右派都在和他要真相 共产党无知到极点 他以为拜登上来的左派 就会百分之百和共产党在一起 所有拜登政府的官员 包括国防部长都要和中共先切割 他们说拜登家族与你中共什么关系 那是拜登家族的事 我们不会和你共产党扯伤关系 接下来这些人要站在美国的立场 对付中共 贸易继续制裁 中概股继续退出美国股市 在冠状病毒上继续寻找真相 在台湾南海还香港问题上明确态度 病毒真相白皮书和香港人权白皮书 美国还在写还在推进 共产党现在加大力度 在这两个白皮书上对美国蓝金黄 八 跟随美国的绝大多数民意 现在都反共 愿意与中共脱钩 并且要灭共 九 闫丽梦博士从出来到现在 从来没休息过一天 一天都没停止过 写东西 接受采访 做科学数据研究 今天郭先生的直播当中谈到美元 将来一定会被加密货币 数字货币干掉 只是什么时间 以什么方式的问题 郭先生主要讲了比特币 Coinbase和Facebook的虚拟货币 然后说美元将来一定会消亡 有位叫如松的博主也写了一篇 中共与伊朗的4000亿美元合作协议 也是对美元的一个重要的打击 如松的观点是 无论未来的战争是什么模式 对各国家的财政攻击都是主要的攻击方式 美国的债务已达28万亿美元 再加上即将到来的基建债务 现在是美国财政最弱的时候 当然也是美元最脆弱的时候 过去那么多年 美元能成为全球各国需求的货币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石油与美元挂钩 也就是石油使用美元结算 所以各国都不得不储备美元 因此美元就是美国霸权的基石 美联储几乎就是不可战胜的 但现在随着逆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各国在经济上互相切割 最终会导致美元需求不断减少 美元不断回流美国 最终推动美国的通胀恶化 若美联储为了压制通胀 而快速回收美元 美债收益率就会飙升 因为需要快速抛售美债 美元的发行是以美债作为保证金的 美债收益率飙升 美国政府就会因为支付很高的利息而破产 一旦美元快速回流推动通胀 而美联储又无法快速回收 通胀就会恶化以致失控 此时若再有人攻击石油美元 就可以引发美国的债务危机和美元危机 怎么冲击石油美元的地位呢 焦点就在那中共与伊朗合作的 4000亿美元身上 伊朗这么多年石油无法出口 就是因为美国的封锁 当中国的资本大规模进入伊朗之后 相当于打破了美国的制裁 伊朗生产的石油都输送到中国 使用人民币结算 石油美元就在那被踢了出去 若伊朗在威胁沙特不再使用美元结算 再加上这边中共对沙特的威胁和拉拢 那美元结算石油的体系就完了 所以如松认为中共与伊朗的4000亿美元合作 其中一点就是针对石油美元的 若美联储不是这么多年疯狂印钞 导致美国政府的债务率飙升 中国就没有这个机会攻击美元 原因是美联储以及美国都用大量发行美元 对全球征收助币税来解决美国内部的结构和自身问题 包括挽救次贷危机 美元的危机也是美联储这么多年疯狂发行美元导致的 这才有了比特币这个不能流通的货币的飙升 因为谁都不愿意看着自己辛辛苦苦赚了的钱 在手里变毛 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为世界的贸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若没有美元这个统一的结算货币 各种货币乱结算 世界贸易也不可能发展这么快 但又由于美联储以及美元背后的股东太贪婪 疯狂印美元收割全世界的韭菜 导致大量的政府和个人抛弃美元 这也就给了数字加密货币的机会 感觉将来货币还是会与黄金挂钩的 任何一种东西都有它成长 鼎盛衰落以及消亡的过程 美元也不例外 只是希望未来的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 不要像现在各国发行的纸币一样 贬值的厉害 使得老百姓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 就被他们这么轻松的割走 最后再说一下其他方面的新闻 一 中共解放军的军机 在3月26日那天出动20架次 袭扰台湾西南空域 二 拜登政府4月2号宣布 将于下周开始与伊朗进行 间接和协议谈判 不知这次伊朗又会怎么敲诈拜登政府 三 Facebook超过5亿用户的私人信息 包括住址电邮被泄露在网上 其中包括3200万美国用户 扎格伯格就是个人渣 Facebook和国内的百度微信没什么区别 他们把个人资料卖给某些公司去赚钱 四 爱特华州州长签署了一项法案 允许居民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购买和携带枪支 佛州州长发布行政令 禁止在佛州使用疫苗护照 保护佛州人的基本权利及商业自由流通 五 川普呼吁大家抵制美国棒球大联盟 可口可乐 达美航空 摩根大通 花旗银行 思科 UPS 左派经常抵制这个 封杀那个 现在川普以奇人之道 玩至奇人之身 川普支持者更多 只要团结就绝对有用 在香港很多香港人抵制支持港共政府的大公司 结果这一两年下来 这些公司生意全部下降 吉野家的母公司去年亏损八千万港币 因为吉野家支持香港黑警遭市民抵制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